张献忠有多残暴 被他掳去的妇女 先进淫后砍脚 女人的小脚都能堆成一座莲花山 尸体堆积的得有峨眉山那么高 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 张献忠是否真的杀人如麻 明末清除四川人口 瑞减90% 全是张献忠杀的吗 利雷斯和安文斯是两位外国传教士 1640年进入成都 在张献忠入川的1644年至1647年间 被张献忠留用 得以一直跟随在其身边 他们的回忆录中写道 张献忠残忍试杀 每天不杀个一两百人 就浑身不舒服 一年半的时间里得有十万余人死于他手 可想而知 当时四川境内的女性有多危险 引用传教士的说法 凡是有点姿色的妇女 都被张献忠的部队尽数掳去 很多女性被轮肩到半死不活 再取其手机 尸体倒埋在土里 这些流寇认为这样就可以压制炮火 而男性则被砍下脑袋或者生殖器 堆积在太阳底下暴晒 最残忠的莫过于张献忠对成都的大屠杀 1645年11月 两位传教士被安排到城门上 亲眼看着成都百姓血流成河 尸寂成山 屠杀过后 张献忠就下令军队焚烧成都全城 千里卧野 顿时变成尸善血海 由此可见 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是确有其事 但到底杀了多少人 实在没办法统计确切数字 据专家考证 万历年间四川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到100年后的康熙年间 四川就只有不到2万人 这300万人真的全是张献忠杀的吗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他是四川人的噩梦 因为他四川人灭族灭种 康乾二帝还为此从湖广移民田四川 他就是恶魔张献忠 这种穷凶极恶之人 应该是让人闻风丧胆 避之不及 但他也曾受百姓爱戴 那么张献忠是怎么走上 图属这条路的呢 1635年 张献忠攻下凤阳以后 立即开仓放梁 还把战利品分给当地的贫穷百姓 1641年 张献忠攻克襄阳 缴获的银两 他拿出了十万 镇脊积民 在被明军包围之际 老百姓经常把官兵动向 告诉张献忠的农民军 使其多次捡回一条命 看到这儿 你以为张献忠图属的事情 是别人对他的栽赃陷害吗 你错了 多年征战让张献忠变得冷血无情 他忘记了起义的初衷 满脑子都是杀人 只有杀人 他才能震慑明军和地方百姓 美攻一城 张献忠必先以屠城作为要挟 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 蜀中的百姓也大难临头 就算是张献忠准备突围跑路之时 他还美名其约深无挂泪 将随军妇女尽数屠杀 在二十年时间里 四川人口锐减三百万 这些人不全是张献忠杀的 但却跟张献忠脱不了关系 他在四川待了三年 四川的战争却因此延续了四十年之久 张献忠死后 大西军投降南明抵抗清军 与此同时 姚皇十三家 也就是四川的本土军团势力 加入了这场斗争 四十年间 四川大帝先后涌现 大西军 明军 清军 姚皇四股势力 他们对四川人屠戮 比之张献忠又如何呢 与之后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张献忠真的杀人如麻 让四川人口坠减百分之九十吗 究竟是谁塑造了这个杀人魔盲 张献忠死后三十八年 清廷统计发现整个四川的人口还不到两万人 对于人口锐减的原因 清朝官员修书明史 将其归咎为张献忠图数 还给出六万万人的惊天数字 但事实上 明朝末期全国人口也就一亿人 这六亿的数字让张献忠背着 确实有夸大的成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四川人口急速下降呢 四川真正的大乱 确实是明朝灭亡那年 也就是张献忠进入四川的时候开始的 三年以后 南明军大西军李自成的大顺军 瑶皇十三家清军 先后在四川的土地上 展开反复的掠夺和厮杀 紧接着 1673年 三藩之乱爆发 清军用了八年 才将吴三桂平定 算刺之间 张献忠死后37年 四川一直处在战争带来的动荡中 史学家分析 扬州十日是清军屠城的恶力 而清军在四川与残余明军的角逐 也有十几年 在此期间 清军杀害的兵定绝不亚于张献忠 明军更是如此 四川人民遭到他们和本地军阀的屠戮 还有银巫截杀 惨不可言 八字为正 除了屠杀 战争还导致四川发生饥荒 瘟疫 呼唤等次生灾害 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 使得四川人口锐减99%之多 由此可见 张献忠确实杀人如麻 但他也确实背了黑锅 为了化解四川人的敌意 转移矛盾 也为了和农民军划清界限 维护自己的统治 清廷这招满天过海 用的实在是妙啊 那么作为四川人的你 祖籍是哪里的呢 好了 今天的张献忠图属真相 讲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见不见